社群 society 作曲名字幕府 節目裡面 回音冠塔 罪過了醒著了 笑過了哭著了 太多的委屈對誰將 一個人的凝望 兩顆心的相撞 匆忙的走著 恍惚的忙着 只因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羊 气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 看不清我要 鸡鸡鸡鸡鸡鸡 鸡鸡鸡鸡鸡鸡鸡 鸡打的行物吗 多希望香鸟为日亮 有自由的生活 你尽管叽叽喳喳 惹得我耳朵啤嚓 什么不能说 什么又可说 生活就是一碗面 跟谁吃地味的更重要 要上都生下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 栖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击击喳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香鸟为日亮 有自由的生活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击击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香鸟为日亮 有自由的生活 爸 你怎么来了 周医生 我跟太太说我姐受伤了 所以我就打电话把她叫过来 你姐受伤 这外边不是有我的吗 你告诉她干什么呀 她都快模拟测验了 你这不是耽误她学习吗 你干嘛要说我儿子 我是怕她 怕什么嘛 我女儿在你心目中什么位置啊 保补呀 行了嘛 不是你姐 天地良性 我跟我爸真的是把您闺女 当宝一样供着呢 这出这么大事 你知道我心头多着急吗 怎么我一到这儿 您也能说出这么一大堆 不招四六的话呢 带带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能说我妈不招四六啊 我姐这次也是因为曼妮的事 才受的伤 说到底 要不是因为你把那些录音公开了 曼妮她能去打我姐吗 就什么吃饱撑的吗你 你手带 你二位息怒 这孩子有时候说话太冲 他有什么错 都是我这当父亲的没教育好 你们有什么火冲我来 爸 你有什么错呀 明明都是曼妮闹的 他们俩凭什么赖你啊 闭嘴 我完了 我这下真的完了 他们说我这是故意伤害罪 要判我三年呢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怎么能对苏姐下那么重的手呢 我不是 我 我没想那样 我本来就是想 我扔一个榴莲在她身上 我恶心恶心她 谁知道我这 她怎么就伤得这么重呢她 妈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呀 温雅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我不好 真的都是我不好 我不想待在这儿 温雅我想回家 温雅 我不想当明星了 我不做演员了 我还回去 回去卖我的鞋呢都行 温雅 你要帮帮我 我那经纪人 她也走了 你知道的 我根本就没朋友了 温雅 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好歹咱也姐妹一场呢 你得帮帮我 温雅 三年呢 你让我做三年的劳呢 还真的 我真受不了 我要我错了 你帮帮我 真错了 帮帮我 你帮帮我 我 你把手机给我 不给 老周会着急的 着急怎么了 着急算轻的 我闺女可好点 你找她赔呢 多大点事啊 不就是缝老三针吗 你大夫都说了 你伤口挺深的 弄不好以后能落个疤 老爸就老爸 又没爱着我当你闺女 是没爱着当我闺女 爱着周冬峰当我女婿了 我都告诉他了 闺女交给他我不放心 他还是不理你啊 肯定是妮妮姐 不让后妈理你的 我再打 还有老朵 妈 怎么了 妈疼 哪儿啊 伤口这儿 别乱手碰 怎么个疼法啊 她 她 她一阵一阵的 妈一阵 怎么个疼法 她是这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的 妈 死丫头 跟我斗 好好跟这儿歇着 妈给你盛碗猪脑汤去 猪脑汤 吃哪儿补哪儿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管它什么跟什么呢 吃完了再说 我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看我后妈妈 这是我给她带的呀 不都说吃哪儿补哪儿吗 我后妈脸受伤了 我给她带这些脑袋瓜子 正好对路 傻孩子 吃哪儿补哪儿 你得先弄明白她到底需要什么 你后妈是皮肤受伤 所以她要补的是胶原蛋白 那动物身上哪个部位胶原蛋白最多呀 脚 所以你买的应该是脚不是头 那我买错了呗 算了 将错就错吧 反正我给我后妈呀带的是个新意 她肯定明白 那 和江姐 请进 代代 你爸在呢 在呢 我跟他正要出去呢 我找的有特别重要的事 郑医生 郑医生 我知道不管从哪儿论 我都不应该和曼妮站在一边 可是我总觉得 当初为了帮你 是我去给曼妮录的音 要是没有这录音 曼妮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这件事上 我对不住曼妮 所以我想帮她 而且曼妮这回是真的知道错了 你看能不能给她这个机会啊 可是这事我说了不算哪 小苏是当事人 我知道 我就是想请你帮我跟苏简说说 让她大人有大量 放过曼妮这回 不管是赔钱还是道歉都行 只要 只要别再追究曼妮的刑事责任了 你是希望我跟小苏说说这事 那可以 苏简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嘛 谢谢你啊 周医生 谢谢 没事 没事 苏达 我跟你说个事啊 文雅来我们家了 她是来给曼妮求情的 想让我爸去劝你姐 让你姐别追究曼妮的刑事责任呢 那怎么行呢 凭什么不追究她责任呢 把我闺女唱成这样 完了赔俩钱就行了 我求你你我不在乎那几个钱 还是那句话 恶就有恶报 可曼妮下黑丑的时候 怎么没想上顿班凡啊 小简子 我告诉你这件事啊 甭管周东风怎么说 你去听妈的 没错 姐 戴戴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无论如何 得让那曼妮承担责任 你说戴戴这小丫头吧 没白疼她 关键时刻 她就知道跟咱们站在一起 你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甭听周东风的 得听你妈的 妈 你看看你们两个 一个比一个激动 我这激动我为谁啊我 我去 倪姨姐 倪姨姐 周医生 请进 我妈 好点没有 怎么样 没大事吧 我没事 周医生 您坐下说 等会儿 周医生我得问问您 您是来看病人来了呢 还是来求情来了 您要是来想看我们家简子怎么样 我好茶好饭伺候您 您要是想为慢 您说一句好话 我劝您最好别张嘴 妈 各位员工 各位同事 我们这家物流公司成立至今呢 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度 在这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我们一直寻求新的发展 以提升我们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这次 我们终于站上了新的高度 找到了新的平台 我们和美国知名的企业 PCC公司 进行了战略重组 今后 我们将成为PCC集团旗下的 国际物流公司 在此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由PCC集团委任的 从美国远道而来的 维尼先生 我正式宣布 从今天起 维尼先生 将担任我们这家新公司的负责人 请 各位员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从今天起 我将代表PCC公司 接任中国地区负责人 以后 我将和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认识国人 都知道 我将把中国当成我第二个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里 我也非常希望 不 我非常相信 以后的日子里 我能和大家相处愉快 谢谢大家 周医生 您要真这样的话 我们家就不欢迎您 妮妮姐 您能不能听我唠叨两句 听我唠两句吧 我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跟曼妮你们俩人商量好了 她也不用起诉你 你也不用赔偿她 你们俩人握手言和了 然后再劝我们家简子别追究她责任 和我们家简子白挨顿打 吃个哑巴亏呗 这怎么行啊 这到哪儿也说不通啊 所以你别在这儿跟她求情 妈 老周她说得对 我听老周的 我不追究曼妮的责任 小简子 糊涂了你 我不糊涂 这件事情原本就不该发生 曼妮是始作俑者 她现在想结束这个事情 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曼妮是有错 可我们这边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现在双方各退一步 把事情了断了 这不挺好的吗 至于我这个伤根本就没什么 就当我买个教训 提醒我以后做事仔细一点 我也不亏呀 妈 你就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是刀子嘴 豆腐心 妮妮姐 我也听我爸跟我后妈的 本来我也挺恨这个曼妮的 但仔细想想 她也挺可怜的 把自己都折到派出所去了 也该掌教训了 咱们不就是想给她个教训吗 达到目的就行了呗 得了人处且了人 这事啊 第一该教训的是曼妮 第二该教训的是我 是我粗心大意 才让曼妮有了可乘之机的 您要是再气不过 您打我一顿吧 对 妈 您发句话我替您打 我肯定给她打个 皮开肉战血肉横飞 直到您消气为止 行不行 你们就叫合计合伙来气我 我说不过你们 成了我给你做饭去 你买那些脑袋都搁哪儿了 在桌上呢 都多手 我妈 我爱死你了 干什么 来来来来坐坐坐 这个是洗发胆的 这个是 好了好了 好 凯迪一个资料 凯迪一个资料 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这段生意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天 约了一家公关公司 商量这个方案 我觉得他们的方案 非常不错 咱们一起调谈一下好吧 没问题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凯迪哥 你们两个认识是吧 好 合作愉快啊 合作愉快 好啊 合作愉快 国家的资料 军事长 你儿子 过来 共产党 一家公司 来 爱丽 这什么地方 这个啊 这是你的住处啊 我的住处 我刚刚在这儿给你租了一间公寓 以后你就住这儿 离公司又近 上下班方便 而且环境也很好 还有 以后黄伯木如果想来看你 随时可以来啊 爱丽 谢谢 但是我不想住这儿 为什么呢 我不想让你安排我 你的好心让我不舒服 明白吗 凯迪哥 你去哪里 我公司有宿舍 我回宿舍了 凯迪哥 你不喜欢住这儿 没关系 我不强求你 你上车吧 我送你回宿舍 我自己有脚 我能回去吗 凯迪哥 怎么说我也是个女孩子 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 可你总该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啊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别哭 别哭 是我不好 对不起 不是不懂的 我留在想的 我看你吗 我看你已经查个老眼了 我看你如何 只兴了梦媚的泉沫 陌了伤 陌了疼 身陷其中 让我擦伤 翅膀飞翔 远方 好吃吗 好吃 太好了 我还怕你们吃惯了 跟你在一起 吃什么都好 谢谢啊 艾莉娅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我现在 我需要你给我一些空间和自由 我需要自己去面对很多东西 我不能一直在我家人和你的帮助下生活 你能明白吗 明白 我会尊重你 不去干涉你的生活 不过我也希望 你不要再多遮我了好吗 我跟伯父伯母一样 都是最关心你的人 爸 爸 这就是我这些日子的经历 我现在挺好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能够理解我 让我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儿子呀 你可真是不容易 其实你用不着这样的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 咱们凯迪成熟了不熟 还是我爸理解我 凯迪啊 你知道吗 你刚才讲的那些经历 让爸爸想起了很多 我和你妈刚到美国的时候 也吃了不熟 这都是成长的经历 很正常吧 可是那个时候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有了孩子 绝不能让他再吃这种苦了 我们现在有条件 干吗还要让儿子吃这种苦呢 妈 我现在长大了 我能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了 既然这样 咱们就尊重凯迪的选择好吗 儿子 那你必须要答应妈妈 以后要经常地过来看我们 不许再像从前那样躲着我们了 行吗 我答应你 爸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这是我深思熟悉的选择 我做出这个决定 不仅仅是因为凯迪 也为了我自己 凯迪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决定离开家 独立生活 这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需要很大的勇气 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我也看到了她值得我去爱的一面 我想 我也应该像她一样 离开您的帮助和庇护 开始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决定 去和凯迪在一起工作 我有信心 得到我想要的幸福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 爱丽 还是落了个疤耶 没事啊 那不头发挡着了吗 看不出来 就是啊 有疤就有疤呗 怎么 有疤就不是你闺女了 那可不成 这幸亏是在这儿 这在脸上就破了像了 这么一个轻饶的蛮腻 听说那个曼妮现在不做演员了 说是租了个柜台在商场卖鞋子呢 卖鞋子了 这是足不摊 妈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了 为什么呀 我就给你包饺子呢 妈呀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约了周医生啊 那你就让周医生一起来家里吃呗 我们约好了一块去逛街 他今天难得有空 整天逛街逛街 怎么打算呢 什么怎么打算的 那周医生啊 我们俩就顺其自然 我就不爱听你们现在年轻人说这句话 顺其自然 什么叫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 就是让它变 别给我说英语 您还听懂啊 废话 好歹我也是大学毕业 喂 我这就来 拜拜 妈 那我走了啊 去吧 来了 妈 让它变 行了 妈 我也 让它变一下 睡会儿去啊 我 拜拜 妈 来 顺其自然 让它变 艾琳 你真的不做自己的公司 要来我这里打工 是的 维尼先生 我肯定很欢迎你这样的员工 但是就意味着你要冲头开始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是爱情的力量 也可以这么说 我信任相信爱情的人 欢迎来 艾琳 谢谢老板 谢谢 这算是我的包吗 你给自己买的 你给我买的 老周 咱们给代代买点衣服来 你给代代还买什么衣服 她那么多衣服都穿不完 那是你买的 我这次后我妈她还没买过呢 先生小姐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我想给我女儿买点衣服 请问你女儿多大了 十八 你女儿都十八岁了 不像吗 您保养得太好了 不像 你说她年轻吧 对 我的观点跟你一致 讨厌 这边请 谢谢 好 你喜欢哪款 我帮您拿出来试试 不用 我随便看看 没事的 喜欢就试试 来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最新款 这是我们的经典版 我觉得这也挺好看的 试试 不用了 来 您给它带来试试 坐下 请坐 麻烦您右手 好 可以 你看 多适合您啊 真的好看 帅了 好 说下来了 快点快点 怎么办 卡住了 这说明这戒指 跟您特别有缘分 是吧 先生 什么呀 摘不下来咱们就带着 别闹啊 快点 小姐 开票 好嘞 先生 干吗 听我呢 我说开票 这刚才出门还 让她来呢 这 这这么会儿就戴上钻戒了 是 姐 你这也太快了吧 我 我也没想到 那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就 让她来呗 她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妈呀 你看你这好分呢 这 人家俩人说什么 人家能告诉你啊 你真是 姐 恭喜啊 真替你高兴 这回你跟周医生 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你不能那么说 这只是求婚 只表明她有意思要娶你 你什么时候结了婚 我才踏实呢 妈 瞧你这新操的 记得啊 让她来 好吗 你这是顺其自然 钻戒都已经给人家戴上了 你就应该顺其自然 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呗 这多合适啊 也许人家正等着 你跟她表白呢是吧 多好的机会啊 又叫你白白浪费啊 小苏她 我觉得她应该知道的 不用说那么多没用的 小苏她应该明白的 不过说的也是 苏姐应该是默认这件事了吧 还是那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 老爸仍需努力 加油 怡婷 怡婷 别在这儿待着了 你赶紧回你的房间 复习功课 我这儿还一堆事呢 女认为对自有的向往 天哪行空的深渊 你的深渊 凯迪哥 你其实不用感到什么压力的 我们在一起工作嘛 就是同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不过在生活上要是我照顾你 你也别拒绝我行吗 艾琳 我觉得 你还是回去吧 你爸一心想把公司交给你经营 你就这么走了 他会失望你 家的公司的经营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爸的能力跟经验是我不能比的 他让我在公司也是想培养我 但是我觉得我要是离开他的话 对我能力的提升帮助会更大 你记不记得 你离开的那天晚上 手里拿着一张卡跟我说 我要看看我用这两千块钱 能不能活下去 当时我真的是又伤心又担心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吧 觉得你挺帅的 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的话 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我要向你学习 好吗 好吗 以前我们在家的公司没有合作好 这次一定不会 我要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做你的助手的 来 来 来 陈总 关于您这个传奇防托洗发路 重新上市的这个事情啊 我们公司经过几次讨论 根据以往的经验 决定还是用电视广告的形式 这个形式当然好啊 之前我也想以电视广告这个形式 来包装我们的产品 结果后来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没弄成 如果现在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好 关于电视广告这个事情啊 我们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了啊 陈总 既然我收购了您的这个产品啊 这个电视广告的拍摄 那肯定就由我公司指定形象代言人来拍 这个你没有意见吧 我当然会尊重你的意见 太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您看看 文雅 您认识啊 这个文雅好啊 形象好 气质好 认识认识 我和陈总差一点就合作成功了 是吗 陈总 对 现在我的公司已经没有了 我的产品也已经转让给曹老板 你就不用再叫我陈总了 这次合作你主要是跟曹老板合作 你的公司规模不是挺大的吗 这怎么说没就没了 对了 威尼先生他来了吗 确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他现在应该在美国 对不起啊 我多嘴了 没关系 文小姐 我希望我们这次能建立一次 真正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是肯定的 我和曹老板经常合作 我们俩每次合作都是非常良好的 是吧 曹老板 是的 是的 文小姐给我们公司啊 做了很多次成功的代言 文小姐代言的产品啊 那销量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它就是我公司的福星啊 这一次啊一定是成功的 那是 那是 艾里跟黄凯迪在一个公司 两人现在还不错 他们能在一起就好啊 至少我女儿对黄凯迪那一片心思 就没白费 艾里对黄凯迪用情够深的 那当然 我闺女一向如此重感情 她要认准的事儿 那谁说话都不管用 年轻啊 有资本 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咱们现在开始也不问啊 咱们开什么事啊 你说开什么事啊 重新开始啊 开始弥补咱们年轻时候的遗憾 好 太独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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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撞 匆忙地走着 恍惚地门场 只为我的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 三只小鸟 栖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 看不清模样 一只蓝色的 鸡鸡喳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玩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你尽管鸡鸡喳喳 你等我暗门屁肠 什么不能说 什么有可说 生活这些软烈 跟谁吃鸟味的更重要 天空中有那 三只小鸟 栖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 看不清模样 鸡鸡喳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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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喜个喜乐 喜乐 喜乐喜乐 喜乐那只 对对对 咱们看过 好 好 真美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快来 别吹哈 嗯 一块来 一二三 哇 生日快乐 来 来 这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老爸 老爸和后妈 终于走到了一起 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婚礼 然后我们就是一家三口了 看到老爸 那么幸福 我真感到欣慰 我所有的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 希望这幸福再也不会失去 希望这幸福再也不会失去 你 迎进另一个眼灯 迎进另一个眼灯 这道风雨 直到枯极 模糊了我的视线 到青春的弧线 变成沧桑的圆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战成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固执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个眼睹 青岛黄海之药呵护生命每一天 由于长期的烫法 染法 法治严重受损 自从我发现了传奇防脱袭发水 生活以下有了重大的改变 老周 你快看 传奇防脱袭发水 纯生物质剂 蒸草药成分 我前妈怎么用跟文雅混到一块去 这可够新鲜的啊 当冰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地被欺负出几根黑暗中的热光 到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颗眼睹 当青春的弧弦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悬着与我并肩 我站着一颗树为你折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青春的弧弦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悬着与我并肩 一颗树为你折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颗眼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